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存款保险理赔的准备金合并运用的机制 用来共同承担针对经营不善不良的金融机构 造成的损失的金额来共同承担 我们看到一直到98年8月 从你们给的资料 这个赔付的金额已经缺口达到695亿 那么其中540亿向其他的金融机构来借款 那么我们这个理赔的准备金 损失了530亿 1.18亿元 我谈到这个地方呢 就是要提醒我们主委 也提醒我们保险局 我们总金融机构的存款金额总共28兆 到了99年底 我们又有什么 这个存款的保险 延迟到这个 全额的保障延到99年底 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我们这个准备金已经负债了 到时候我们有一个这个货有负债的28兆的这个一个负担 我们对现在的目前我们整个这个存款保险的这个准备金 我们又延到99年底 那么呢 接下来呢 我们这个金融重建基金RTC退场了之后 对于我们现有的 现在存在金融机构营运不善的 尤其这个信用合作社里面 有27家 27家的信合社里面 我们调查出呢 有6家 他的预放比都超过3个percent 那么呢 其中有三家信合社 他的预放总额已经超过社员的股金了 诸位 对于这一些 这一些已经出现清肠能力 危机的这些信合社 我们如何来 如何来纠正他们 如何来改善他们 以防 在这个空穿期 我们RTC退场之后呢 势必 这个机制回复到 这个存款保险 来做理赔 那么呢 现在呢 这个账户已经亏损了这么几百亿 那么到时候呢 我们怎么样去面对 面对 如果这些经营不善的信合社 出现问题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来应应 金管费 是不是应该立即做出一些 立即纠正的一些措施 来因应他们 万一产生不良的结果的时候 我们政府怎么有财力去承担这些 非常感谢陈委员指教 陈委员刚刚指教这几点 我分三点跟陈委员报告 第一点就是关于说 陈委员提到28兆的 这个货有负债的问题 实际上因为这个 他虽然有可能算是货有负债 但相对的金融机会也有他的资产 那如果说存款保险制度需要理赔的话 他经营不善 存款 他的资产不足以抵偿负债的时候 可能才需要一些理赔的机制 那这个才用到存款保险的准备金 这是第一点我要报告 第二点我要报告 因为现在存款准备金已经也是在 也是minus了 我现在是去说 提醒 那么现在信合社有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偿还能力不足的情况之下 我们也担心 这个信合社在这些很不良的财务状况之下 他会不会利用这个空窗期来掏空 因为有可能以前也曾经发生过这些事情 所以我们金管会应该要提早来繁范 对我想陈委员指教非常正确 陈委员关心这个信用合作社界的事情 其实信用合作社界从整体来讲 他的资产品质目前还是他历年来最好的情况 因为以目前的情况上个月底来看的话 整个信用合作社界 他的预期放还比率只有1.1% 还远低于银行 就是换句话说 整体的信用合作平均的预放比 是不是比银行还要好 请主委在金管会 我们保险局也密切注意 我们现在所看到这个情况 那么房局长您请回 主委我再请教您 那么在我们一直每一次您在我们委员会接触到的时候 我们一直在对现在最关心的问题 就是我们的MOU签署的问题 那么针对主委在11月9号总统府 当初为了这个MOU的签署做讨论的时候 我们知道陆委会顾虑这个MOU签署之后 陆支银行可以马上进入台湾来申请的问题 陆委会希望将MOU跟ECFA绑在一起 那么有据选举的考量 其他的考量 当初总统府本来是希望沿到选后 再来签署 但是当天的下午 我是从这个新闻看到了 主委马上立成总统是万万不可 不赞成这样子的一个决定 主委您可不可以就当天的这个情况呢 再我们简述一下 你如何立成总统呢 不可以这样子的做决定 建议他的 谢谢 我想跟陈委员和各委员报告 实际上在这个礼拜一的下午 府院是有一场会议 那我也被要求参加 那当时参加的时候 我并不知道之前 有没有一个五人小组的开会 也不知道他们五人小组会议 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结论 我当时只是就我的专业和了解 所以你不是因为知道他们的结论 而去立成总统的 我没有权利知道这个事情 因为五人小组基本上是一个 相当高层而且机密的会议 照理说他的结果 外面人不会知道 那我当然不会知道 所以那天开会的时候 我并不晓得说之前有没有这个会议 那有没有那一个结果 我只是就我当时的状况 我的了解和专业告诉这个 服务院高层说 目前的进度是怎么样 一个利弊的分析 所以你有没有提到说 您不希望是说在选后才来签署这个MOU 以我的个性来讲 我从来不去提选举这个事情 所以您是比较主张是在应该造的时程 应该什么时候签 就是应该什么时候签 不应该说为了选举原因 延后到选后是吧 那如果自然的行程走完是在选后 那就按自然的行程 好了 那么对于陆委会所担心的 这所谓的空窗期 主委 是不是我们也有一个因应的措施 因为根据这个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第73条第一项规定的限制 大陆地区人民法人团体以及机构 其他第三地区投资之公司 非经主管机关许可不得在台湾地区从事投资行为 我想主委 这个所谓的主管机关 如果以金融投资来讲 是不是主管机关应该是在我们金管会 跟陈委员报告 这个投资两个字 他所签设的主管机关可能好几个 中间最主要的就是经济部和金管会 是 那么呢 根据我们今年6月30日的公告 陆之来台投资许可办法里面 开放投资项目也没有包括金融业 所以主委 我们认为陆委会所关心的这一个 他们所担心的这个空窗期 应该我们也有机制来防范 根据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必须经主管机关来同意 还有我们对大陆开放投资 并没有包括金融的业的这个项目 主委 如果我们MOU签署了之后呢 那么呢 他们马上 这个大陆的银行马上来申请 主委 您会去给他们马上核准吗 这跟陈委员报告 还有跟郭委员报告 这里面有两个层次 一个是说他如果只是设立分行的话 这是一种状况 这一种状况就是刚才陈委员提到的 他可能应用这个跟投审会申请啊 说来台湾投资某一个金融机构 这两种状况 如果属于后者的部分的话 这个目前是属于禁止项目 因为它是属于正面表列 这正面表列并没有列入金融服务业 是那么我们也是在适当的时期可以延获到啊 整个啊 比如EGFA的这个早期收获 能够让这个呃这个金融服务业的纳入 让我们两方面的这个呃 呃市场的这个准入的条件 比较相符合的时候呢 我们再来啊 核准他们在台设立 这样子的可能性 是不是呃可以行呢 是不是可行 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延拖 你看我们的台银在那边 也申请六年的办事处了 呃我想我们尽管会有这一个啊 这一个这一个权责啊 这个行政的业务的范围 去规范让这个EGFA的这一个啊 我们金融服务业的条件啊 两岸的这个市场条件 比较能够符合能够对等的情况之下 我们再来核准 这样子我想陆委会就不至于担心 我们在一个不对等的情况之下 必须把MOU跟EGFA来摆在一起 呃主委您认为 我想在行政程序上面 我想刚刚陈委委员的 是可以做的啊 我今天有一个提案呢 我们也希望财委会呢 跟金管会共同来承担 这方面的一个压力 我们等会做讨论 最后一个问题 我请请教主委 现在呢呃呃这个呃呃呃院长呢 行政院长呢 他说MOU呢的这个签署 可以用这个换文的方式来做 啊那所谓的换文的方式 他真正的名称 是不是叫做金融监理合作及资讯附想 换函 那么这个英文的简称呢 是不是应该是EOL 也就是Exchange of Letter 那么呢 我们呢曾经跟比利时 也完成过这样子的金融函见 是吗 呃我 所以院长所提的 有一点误会 蛤 中间有一点小小的误会 哦 OK那您您 那院长所提的换文是一个中文的 大概的概念 OK 那刚才您讲很专业的名词EOL 是 这个是在国际上一个 一个 常用的方式 是 但是我们目前我们不是用EOL的方式 所以我們是MOU 然後用郵寄的方式 是不是不屬於這個EOL 不是屬於用 因為我們是用兩個中文版本 一個是正體字的 一個是簡體字的 那可以不用EOL的方式 EOL通常是有印好一份文件 然後雙方就一個函過去 告訴他說我有個attachment 我有附件你同不同意這個 他回個函說我同意這個 所以在同樣一個文件上面 兩方面加以兩方面 EOL是不會在同一個文件上 有兩方面簽字的 那叫EOL 那我們現在還是用MOU的方式 只是一邊是用正體字的 一邊有繁體字的 所以是兩份文件兩份簽署 互相寄送或者透過messenger 或者透過career service 然後在簽完以後才生效 所以在一份文件上會有兩個簽字 也是一份文件上面兩份簽字 還是兩份文件各簽各的中文 一份文件上有兩個簽字 一份文件兩份簽字 這是MOU 如果EOL的話通常是一份文件 但是上面它只當附件而已 雙方會各發一封函 那個叫exchange of letters 好 那麼我們現在很清楚了 謝謝主委 謝謝 感謝齁 謝謝陳委員 感謝齁 謝謝陳委員